最近的创造营非常的火热 因为经过十几天排练 不管是对手组还是抢手组 都是尽自己全部的能力 就是希望能在舞台上绽放自己所有的光芒 这一期的比赛最后胜利的是属于抢手队 但令人意外的是 点赛王却出现在对手队 不仅如此 他还是属于F班的同学 他就是戴警耀 这一次其实大家期望最高的是周震南 毕竟他是人气选手 从最开始参加选秀节目 他的热度就一直相当高 但这一次却错失了第一位置 而宣布名字的时候还是略微有些尴尬 其实这一次戴警耀能赢 在意料之外 因为他们的舞蹈更加有表现力 尤其是戴警耀的表情管理十分到位 最后感谢自己的对手刘野 一番话十分的真诚动人 都加分不少 而有谁注意到角落的他 他就是年纪最大的学员张远 本来宣布点赛王的时候还有一点紧张 但宣布之后就是满满的失落感 张远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 希望事实都能做到最好 这一次对他而言也算是一次失败吧 所以难免失落 但这次比赛还不是中演 期待以后他的逆袭 你最喜欢哪一位小哥哥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